从飞碟、大鬼、倒产能力 历史上有很多无法解释的现象 每年用人家说是这一个世界的绽战 举例来说,离住这年12月,十千人因为Y2K的关系都认为2000年的时候会发生大灾难,世界并没有发生默议。 10万人都相信2012年12月21日也会发生一场大灾难,但是为什么?原因是这样子的。 首先是玛雅族的日历,其实玛雅族有一些不同的日历,各有各的用法。 它们的第一个叫做Help的日历有365天,它用于来记录日常的活动。 它们的第二个叫做Help的日历有260天,它用于来记录离录日的日子。 这两个日历结合在一起会参照另外一个叫做Long Count的时间系统。 公元前3114年这个Long Count就开始了。 每5125年Long Count就会完成一个循环。 目前的循环在2012年12月21日就会到期结束。 在玛雅族的传统就会开始一个新的年代。 但是我们的时代会发生什么? 再来2012年的时候太阳会出现一些黑质。 每11年,每11年太阳的循环就会化学、调换。 这个就叫做太阳黑质循环。 这些太阳黑质有不同的大小。 好。 当太阳黑质增加,太阳就会产生出花光和气场。 这就会散发出浮射性和气性风暴。 上一个太阳风暴是在2001年发生的。 下一个将会在2011年。 近几年来,太阳好像非常的纯净。 这个曾经的情况让NASA的科学家担心这也许会发生一场大风暴。 注意! 如果这事情发生了,我们只有8分钟的时间可以抵抢。 。 玛雅族的Long Count和太阳黑质的活动都在2012年发生。 这只是巧合吗? 过一轮质指出大部分的一目里轮质看着玛雅族的热力。 他们也说,太阳黑质的循环很难越出。 。 那如果事情真的发生吗? 。 一场很大的太阳风暴可能会破坏全球的电力。 也可能会让太空人滴流在太空中,或者让太空所处理它的轨道。 这也可能会让所有的无限成品无法使用。 这种事情曾经发生过。 。 在1989年已因为太阳风暴,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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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认为2012年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的星球进入我们的太阳系,而这个星球可能会撞到地球或者到外星人来。 其他阴谋理论者认为2012年会有一只教授Aluminati来控制整个世界。 就你所想象的,这些断阳都是没有正确的。 有的理论更是奇怪的。 所以,2012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? 即将会发生一些灾难吗? 会有外星人来攻击地区吗? 还是古老的月亮会成真吗? 还是只是正常的一天? 未经许可知者 1001年